在這個萬眾期待的螞蟻集團招股之前 還有值得留意的新股 說的是若明巨落2126 今天開始招股 日暢暉12,019.92 若明巨落聽名字都知道與若明有關係 由若明康德2359 以及美國醫藥研發平台Juno共同投資的 內地臨床及臨床前階段細胞治療公司 今次發行10%在香港公開發售 一手是500股 剛才說過的入場費是12,000左右 預計今個月22日至28日公開招股 11月3日正式掛牌上市 高盛及瑞銀是聯繫保鮮人 公司方面都有10個基石投資者 都非常有名 包括有Rock Springs Capital 橡树資本管理公司 高齡基金及太平資產管理等等 分別是營購了2,000萬美元及1,000萬美元 這個招股的情況 其實就看看今早早首日招股的情況 截至下午1.45分為止 孖子押有11.9億元 當中的超購就有超過4倍 暫時應購情況都熱烈 公司在一個虧損之中 而看2018年和2019年的對比 其實2019年的虧損擴大了 但因為這個版塊 其實過往這個版塊類型的新股 都相當熱烈 可以衝勁手掛會有不錯的表現 都是在螞蟻上市之前 值得留意的一隻新股 我們就看到一個大部分人 在螞蟻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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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機會 在螞蟻上市場 就在螞蟻上市場 都會有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